讽刺意味的一种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我觉得在这个高校的人事任免方面 我们应该确实应该有更大的透明度和知情权 那么比如说高校这种人事任免 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于公布 那么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两个人的人事任免 至少呢比如说校内如果有人反映他们有问题 能够得到及时的监局接法 重置这种人事任免的程序 另外呢让外界的知情人知道他们有问题的 可以及时的举报 但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现状呢就是说我们的干部的人事任免方面 我觉得我们的公开性透明度 在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方面 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 还需要有进步完善的地方 那现在高校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行系统 是一个封闭的外界既监督不了他 他自己又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的这么一个组织吗 应该说目前这种高校的 特别是那个教育部知所高校的管理体制方面呢 我觉得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个方面的缺陷呢 就是说一个方面他做一个不管的高校 教育部知所的高校 教育部对他拥有管辖权 另外一个方面又实行属地化管理 那么因为双重管理实际上带来一个双重责任的问题 那么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个互相推诿的问题 就是双重管理部教育部和地方管理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衔接上 我觉得会产生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这个目前这种体制本身啊 就是这个高校内部的纪检监察机构啊 难以充分有效地监督校长和书记 因为校长和书记本身呢 他们往往是副部级甚至是正清级 那么按照这个呢 干部管理权限和监督权限本身 他们不在内部高校内部的纪检监察机构监的范围之内 同时呢 就是说我们呢 由于这种行政化的等级 里面从校长到这个院长系主任到普通的员工 行政距离过大 那么一般的教职员工本身 对高校的领导本身呢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职业的手段 外部监管的缺失和内部监管方面的疲软 两个方面加在一起 我就产生了很多高校的腐败的问题 今天我们演播室关注的是 发生在武汉大学的一个腐败案 那么发生这样的 在高校里面发生腐败的深层原因有哪些 未来的应对之策又有哪些 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关注发生在武汉大学的腐败案 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而近年来发生在高校的一系列的腐败案 也备受人们的关注 洪博公寓引爆五大腐败案 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文章 披露了五大副校长和副书记被捕案的部分细节 文章称五大校长顾海良亲口证实 陈昭芳是因为涉嫌收受洪博公寓承建方 巨额贿赂而被拘捕的 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元 文章还报道 1999到2000年期间 在五大建洪博公寓的时候 时任五大分管财务的副校长陈昭芳出面 以五大名义为资金不足的公寓承建方 在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并提前预付了三年学生租金